所以我们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发现中年期有几个明确的影响 就是握力的下降跟走路的速度变慢 这是一个蛮明显体能上面的衰退 那当然认知功能也会是一个议题 那认知功能的意义可能大家以前 传统如果想到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 会从记忆去想 那不然记忆的这个健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可是所有的研究都说 在记忆之前更早的一个认知的衰退 可能是一个我们叫执行功能 那这个执行功能呢 大概就是一种一些操作复杂动作的能力 或者是说你的同时多工处理的能力 比如说你以前可能相对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回到家里 然后讲电话看报纸 打开电视跟家人讲话 其实你可以各方面都这个兼顾的非常 可以同时多工处理很多事 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要同一个时间内处理两三件事的能力 会开始有一点衰退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早期的认知功能衰退的表征 好像这件事情会忘记 这个会漏 一个是可能是或许是事情太多情绪上面过于烦燥 那当然就没有记起来 但二方面也可能是那个多工处理的能力 那个执行这些复杂事情的能力开始下降 那回到生活面上 可能有几件事情是 是要稍微可以透过自己的观察来看的 第一个是你提重物的能力 因为比如说我们提个手提带之类 虽然是也很多是靠我们的臂力 但是其实握住提住那个提带的那个部分 这边是握力的部分 然后你自己在提重物时候的感觉的 那个负担的程度 然后还有说这个几个另外比较直接握力的动作 包含说这个转在转毛巾 然后或者是在洗衣服的时候 手洗衣服那个转那个衣服的那个 那个凝水的这个能力跟开瓶盖 这个是很直接的握力 所以这个你如果觉得开始好像不如以前的利落的时候 这个可能是一个增长 那走路的这件事情的确实 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个参考的方式 就是你可能在 好比说你在这个台北市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 你自己去感受我过去跟路人在走的时候的 其实那个你自己走路的速度 跟你现在可能或许你觉得好像要跟上前一个人 会已经有一点点费力了 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你自己相对性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衰退的表现 是什么样的 android是什么样的 是我的家人 我自己没有因为 但你那边做过 我有一个会运动 他的挂下 我自己拥有 那边 最后 让他